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出场 有请 你好 方哥您好 陈渝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山东东林的罗兰 今年35岁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个标签 刚才江涛老师说 他分析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对 这江涛老师您还会算命吗 是吗 那个意思就是他说得很准 其实算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就是想送给这个特别特别爱我的 疼我的 宠我的 最爱我的人 这个人是 我的家人 那应该指的是你的爸爸妈妈 是的 从小就是特别的疼爱我宠我 然后浇灌我 就比如说家里小时候养的那个鸡 一天可能就下那么一两个鸡蛋 然后妈妈每天就会 早上就会给我做一碗鸡蛋羹 然后这个鸡蛋羹呢 哥哥姐姐是不能吃的 是要等着我的 留给妹妹的 然后印象还比较深呢 就是小时候有一年过年 然后去买年货嘛 当时就看上了一套衣服 我就哭着喊着 我就说我就要买那套新衣服 最后呢 就是年货都没买回来 就把我的衣服买回来了 那也说明家里的条件 也不是特别好 特别不好 但就是这种浇灌吧 就把我造成一种 很叛逆的性格 特别淘气 不听话 然后一直到延续了 就到后面 就变得张扬跋扈 跟个小恶魔似的 七八岁的时候 我不爱吃辣椒 那一年家里正好有客人来做客 爸爸妈妈就有客人来嘛 那肯定是要做一些别的菜式 去招待客人 然后我看到有辣椒 我就在那里大发脾气 大吵大闹的 然后把那个饭菜还打地上了 对我哥哥就喊 我哥哥都长大了呀 哥哥比我大十一岁 他非常的生气 就把我拽到那个家里那小院 院里面就给了我一巴掌 他就说 你要是再不听话 那我们家也留不下你了 其实呢 你就是我们家捡来的姑娘 哥哥说你是家里面捡来呢 对 其实到后面知道 我是一名气婴 就从我刚出生的那一天 我就已经被丢弃了 就丢到一户人家的门口 大概转了两三户人家 才转到这个当地的公安局 记得后面有听妈妈提起过 就说也是个大夏天 反正在那村里嘛 也没个什么联系方式 就一个大喇叭就在那里喊 他说那个 我这儿有一个气婴 说有没有什么好心的人家来领养 然后爸爸就风风火火地 就骑着自行车就到地里去了 见到我妈妈说 那儿有个孩子 没人要 那咱们去看看吧 妈妈以前学过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嘛 就那个说看着我的时候 就跟一个小耗子一样 那已经不会哭了 你应该转到那边 应该是七八天的光景 就是已经奄奄一息了 哭都哭不出声了 爸爸妈妈就觉得 如果他们不领养我 我是肯定活不下去的 听到这儿我好像忽然懂了一些 这个特别的爱指的是 其实你本不属于这个家庭 但是他们给了 你反而在这个拥有着 哥哥和姐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有了一份特别的爱 是的 但是你是直到八岁的时候 哥哥说出这个事情的真相 你才第一次听说 原来我的身份是这样 当时就是心情特别崩溃 就大哭一场 就跑到姑姑家去 但从那之后呢 性格多少还是会有很大的转变 慢慢地就 上学也不好好上 经常也会叫家长 然后那一年 又和学校里的同学 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我还被冤枉 别人冤枉我偷东西 我一气之下 我就离家出走了 那个时候还很小 农村嘛 离市区大概有 二三十公里的路程 爸爸妈妈骑着自行车 骑了那么远的路 车胎都爆掉了 然后 他们徒步还走了很多的路 到处找我 找了我很多天 找不到我 后来是从同学那里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就说 我会好好的 你们不用找我 我会回回来的 不用担心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你的年纪 大概十七八岁 十七八岁 你有谋生的手段吗 其实当然是 一气之下离开的 一气之下离开 就觉得没有脸再回来 我一定要争气 我一定要走出来一点样子 才能回到家 但是出去以后 找了很多工作 爱是机缘巧合吧 跟自己的同学 然后就走到了一个舞蹈队里面 慢慢地就 后来跟着舞蹈队 也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被派遣去了国外演出 那个时候是我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有了自己的工作 那年我就 第一次拿到我的工资 一万块钱 我拿到这些钱的时候 我马上 就打了九千块钱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 我觉得 我特别地有勇气 特别地 就觉得特别骄傲的那一次 特别有勇气地 可以面对我的家人 你觉得面对爸妈的时候 你是一个有用的人 你是值得他们骄傲的女儿 是的 那你后来时隔多久回家了 就是从有了工作 然后中间就是 有休息的时间 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回家的时间会比较短 基本上常年都在外面 十天半个月这样吧 回去的时候就会觉得 爸爸妈妈是苍老了很多 而且呢 就是他们心疼我 他们害怕我再离开 回到家里 对我小心翼翼地好 有的时候半夜 我睡觉比较晚 妈妈有初起夜的时候 看到我那个房屋里面的灯 是亮着的 她就会跑到我的房屋里面去 就会跟我聊天 一聊就聊到早上 我爸爸都 五六点都起床了 他看着我们灯还在那亮着 两个人还在那里聊着 他就说 这都几点了 你们还不睡觉啊 这再怎么样 你得睡觉啊 妈妈都会 就是相视笑一下 然后你给我做好早餐 我们再吃点东西 我们再去补觉 其实从你的讲述当中 从你的表情啊 眼神里啊 我能听出来 那段时间和爸爸妈妈相处 你在家里的日子 应该是现在你回忆起来 你觉得特别特别 幸福的一段时光 对 就那个时候是我觉得 我人生中最幸福 最幸福的时候 最幸福的那几年 太短了 在2013年的时候 妈妈就身体不好 心脏病高血压 就说要做这个指甲手术 正好我国外的工作 又一直催我回去 我本来我不想回去 妈妈就把哥哥和姐姐 都叫过来了 就叫到身边 她说 你别耽误了外面的工作 工作最重要 而且你那么远 你哥哥姐姐都在 就是硬推着我 逼着我 就是先让我进去工作 然后让哥哥姐姐来照顾她 我在国外 我其实我一直都放不下心来 那天晚上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姐姐就打了一通电话来 她说罗兰 您再给咱妈说句话吧 咱妈走了 你不是讲妈妈 是做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对 当时是说 她做那个支架手术就可以 但是后面在检查的时候 就说她那个心脏血管 已经堵了很多条了 支架手术不可以了 必须要做搭桥 开胸的大手术 那就是大手术 所以你 在妈妈离开的时候 没有在她的身边尽效 也是你此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是的 太遗憾了 当时就会觉得 让我天天在外面挣钱 我觉得我应该 挣更多的钱 让他们养老 让他们开心 但真正这个时候 我觉得 有没有任何的用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现在你会花更多的时间陪着父亲 把工作的事情 对 工作已经辞掉了 完全辞掉了 对 早就已经辞掉 没有再出去了 就是在爸爸身边 就是多陪伴她 孝顺她 听她唠叨也好 就是陪在她身边 我就想 就是 尽我所能 给她最好 谢谢 谢谢罗兰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段 我觉得 属于你自己内心刻骨铭心的一份记忆 虽然我们也总是不止一次地跟电视机弦的朋友提醒 行笑 不能等待 但是 人世间这样的 其实遗憾还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但是我觉得只能像你一样 好像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都要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今天老爸来现场支持你了 对 你说老爸七十多岁 但是 七十五岁 但老爸身体看起来还不错 爸爸特别喜欢咱们这个《越战越勇》的节目 就很多年前 他就一直让我来 他说你去吧 闺女 你去拿个什么金化桶啊 银化桶的回来 然后 就给我看看 妈妈呢 也是 就特别希望我能走上一个真正的舞台 就走到电视机里面 就是 他算是他的一个遗愿吧 就我 我自己吧 就没有这方面的自信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什么专业的歌手 我又没有特别好的训练 然后我不敢 然后今年正好 爸爸你说 特别希望我能来这里 那我就说 那为了爸爸 我们要鼓起勇气 作战一次 挑战一下自己 对 挑战一下自己 今天有什么话要对老爸讲的 爸爸 就是 就是很多这种 太深情的话 女儿说不出 女儿会用 以后的行动 来证明 女儿也是你的依靠 陪您到老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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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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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大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 妈妈你的怀抱 我一生爱的襁帽 有你晒过的一副味道 妈妈月亮之下 有了你我才有家一别 随伴不及时天涯 思念何必泪眼 爱尝尝尝过天年 幸福生于回头的新年 天知的唯有你的爱 是我美无瑕 天知的唯有你的爱 我交给了她 让她 那小香极了妈妈 天知的唯有你的爱 是我美无瑕 天知呀 记得你有心穿花 天知的唯有你的爱 我交给了她 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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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香极了 妈妈 让她 的小香极了 妈妈 啊 张滕 啊 谢谢大家